英国通讯化学杂志近日发表一项研究报告册 法国科学家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通过直接测定碳酸千年代 来确定古希腊和古埃及时期物质的年龄 研究人员表示 考古学家或将能借助这一方法 判断原古艺术品和化妆品的年代 碳酸千万无激化荷物 在自然界中 碳酸千亿百千矿的形式存在 形状是白色粉末状 斜方精细 可用于油漆和陶瓷工业 但像碳酸千这样的无机样本 很难直接进行年代测定 就是因为 自然界中的碳元素 由三种主要同位素组成 其中碳石次被天然放射性同位素 碳测原法就是利用生物以死亡后 其内碳石次含量随时间减少的规律 进行年代测定的技术 主要用于测定生物物质 例如有植物婴孩 也可以测定仓品中木器 竹器 雅骨器 纸张 导致物等含碳有机物的年代 虽然碳酸千含量放射性碳 可惜长期以来 科学家一直没能找到直接测定碳酸千年代的方法 现在 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研究人员路西勒贝克及合作者 举出了一种测定碳酸千年代的方法 并用该方法测定了古埃及和古希腊墓学 空元建议五零零年至空元前二百年中 发现的化妆品安稳的年代 研究人员表示 由于这一方法检测的是制作碳酸千时 混入其中的空气中的碳 因此可以日分自然炎量和人造量品 研究团队指出 这一新方法的问世 为考古学家测定古代物质的年代 提供了有价值的手段 由于十九世纪前使用的白色炎量 中长含有碳酸千 这一方法或许还能用来测定艺术品和画作的年龄 历史是一条单行道 而且自己不会留下刻度 所以要考察 遥远年代发生了什么事 除了靠有限的人类记载之外 还需要种种考古鉴定方法 为古代甚至远古时期的物质测定年龄 不要小看一种新测定方法的诞生 它有时会为我们透露古代人类生活的花絮 有时可能会带来可以感谢历史教科书的重大发现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文TG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